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悠悠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做 谢谢你亲爱的地球 作者是玛丽霍夫曼 图是罗斯阿斯契佛 新亚文化出版 小朋友 你知道今年是地球 日的五十周年哦 五十周年 在五十年前的今天啊 我们开始有一个爱护地球的保护 庆祝的节日就叫做地球日哦 地球日啊就是要提醒我们 住在地球上的地球人们 如何的来保护我们所住的地球哦 小朋友你在这个图片里面你看到什么呢 是不是很多的动物植物还有鱼类呢 他们啊跟我们一样哦都居住在哪里 这个可爱美与这个可爱美丽的地球 那我们要一起来谢谢我们亲爱的地球咯 你准备好了吗 从太空看我们的家 小朋友你看得到我们的地球在哪里吗 在这里 地球 宇宇宙啊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哦 大得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我们都生活在太空中 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地球 小朋友你知道地球的英文是什么吗 地球的英文就是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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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就是地球哦 美好的世界 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够生存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呼吸的空气 能饮用的水 能冲击的食物 以及能躲避恶劣天气的家园 地球啊给予我们以上的一切哦 我们也许是全宇宙中 唯一能在一个星球上 获得一切生存所需的生物 你看 给我游泳的大海 这个鱼说我也需要海耶 这只鸟说 给我飞翔的天空 还有这个小朋友说 给我美味的食物 给我攀爬的树 这只猫也说 给我可口的老鼠 真的是太好笑了 这只猫咪 蓝色的星球 水覆盖了地球表面七成的面积哦 地球应叫做水球才对 就连人类的身体也有六成是水分哦 我们的海洋充满了宝藏哦 珍贵的珊瑚 鱼类 海马 金鱼 海豚等等 这个小女生说 盐是来自海洋的 我们吃的盐是来自海洋的哦 有部分的盐是来自海洋 大部分的氧气都是海洋中的浮游植物制造出来的哦 小朋友你知道吗 可是啊 我们不能一直喝咸咸的海水 我们需要河流 湖泊 小溪 和从天空降下来的雨 这些水是淡水 经过消毒和过滤后才可以饮用 此外 水中还有我们可以食用的水产 例如鱼虾蟹 很好吃对不对 有鱼啊 我们常常吃鱼 因为鱼是一个非常小 好消化的食物 还有虾子 还有螃蟹 很多人也很喜欢吃螃蟹 我们应该保持海洋清洁 令住在海里的鱼和植物持续生存 而且我们也需要清洁的水来饮用 和灌溉农作物哦 绿色的星球 植物对所有的生物都有很大的贡献 例如人类已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东西 建筑材料 食物 衣服 甚至药物哦 可是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植物耶 人们把热带雨林称为地球之废 那里的植物又高又大 而且十分茂密 不但是很多动物的栖息之所 也是制造大量氧气的地方 可是每年都有大片的雨林遭到破坏 本子用树木制成的 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耶 这些东西都来自树木呢 你看有什么呢 棕榈油 报纸 树木材料水 还有风糖浆 还有衣服杂质 软木塞 嗯 树木非常宝贵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哦 鸟儿还会在树上面建筑鸟巢呢 我们呼吸的空气 植物会吸入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 并净化空气 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废气排到空气中 植物就要加倍努力工作 才能净化空气耶 我们能为动物提供居所和食物 也能净化空气 请救救我们 哇 这棵树木在跟我们求救了 许多的树木 全世界的树木都在跟我们求救 说救救我们 小朋友救救我们 越来越多的汽车工厂 喷出黑烟 植物已经难以及时净化空气了 哇 排放了好多黑烟哦 我们应该尽力保持空气清洁 使人类和动物都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气候转变 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暖了 很多科学家相信啊 我们燃烧东西时带来多余的热能 令天气渐渐改变 有些地方出现越来越的暴风雨 有些地方的雨水却变得越来越少了 你看都枯干了 哇 你看这边雨水又太多了 都淹水 而且有洪水 非常的危险啊 哇 没有巡路是那老人怎么到处派送礼物啊 动物的家 也就是他们的栖息地 都因为天气变化而发生改变哦 动物只能尝试适应新的环境 妈妈 我们的家正在缩小 哇 你看那个冰块 怎么变那么小一个 你知道北极熊的家 越来越小了 你希望你的家也越来越小越来越挤吗 小朋友 他说啊 你在看什么资料呢 他正在看南极的企鹅数量大幅减少了 可能是因为气候转变 地球上的生物 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维持大自然平衡的一部分 所有动物都能够愉快地生活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真希望是这样 大象 老虎 大猩猩 蓝鲸 北极熊 小熊猫 犀牛 还有很多的动物都处于平临绝种的危机耶 我们会传播花粉 世上有三分之一的食物由蜜蜂受粉而来哦 我们会采花蜜也会传播花粉 我们会翻松泥土 小熊猫说 我们和动物一起在这个地球生活 大家都是地球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应该爱护动物与它们和平相处 与时间竞赛 地球上最后一棵树 请在此排队 动物并不是唯一处于危险中的生物 如果我们失去太多树木或是水资源受到污染 人类最终会灭绝耶 小朋友 就像恐龙在地球上消失一样啊 我们恐无有力 天不怕地不怕 谁管明天会怎样 结果后来还是灭绝了 能源会有耗尽的一天 现在照明系统 保持家居温暖或凉快的空气调节系统 不会永远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要想出新的方法 产生所需要的光和热哦 跑步令身体暖和 脚踏车也是令我们身体暖和的方式 关掉电灯 关门保温 用后窗帘保持室温 转用LED灯泡 拔掉不用的电源都是方法 节约用水 节约能源 我们应该节约家居的用水 煤气和电力 即使是节约一点一滴 加起来就会变得很多哦 孩子要记得把水关好哦 谁需要暖乳穿毛衣就不怕冷啦 我是小便所以用细水冲测 哦对有一些马桶它是有分 你是大便还是小便 就可以用不同的水量来冲哦 这样也可以省水 也可以节约用水 做得好 外出时要关掉电器 你可以改用节纹洗衣机吗 还有不一定要用烘干机的 将衣服挂在室外吹干吧 有时候这些行动不容易实践 因为很多决定都是大人做的 但是你可以跟他们说说 你的想法 植树 保护蜂蜜 保护鲸鱼 保护犀牛 哦 no 保护蝸牛也要保护犀牛 外出时要关灯 循环再用 与其将我们不要的东西抛弃导致浪费 不如将它们转赠给有需要的人吧 我们已经做了弹核车子 弹核城堡 和弹核种子盘 谁想到其他使用弹核的方法呢 又有电话来了 好 有人接起来了 为何不用来 盛蛋呢 这个或许也是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在二手店购买衣服或其他物品 也是一种环保的好方法哦 想想家里每天使用的塑胶 纸盒和纸张 它们全都可以循环再造再用 处理回收物品 有瓶子 衣服的回收 有二手店 汽车就是废铁厂 纸张呢 就是废纸回收箱 除了将垃圾堆成垃圾山以外 或直接埋在地下 我们可以将大部分的垃圾加工制造成肥料 而它们最后又会转成泥土 那这一些 比如说袜子啊 报纸啊 还有发明的马铃薯 叶菜啊 头发 果皮 测纸桶 它里面那些都可以分解 然后呢 制造成肥料 啊 快乐的蚯蚁 新的泥土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化为泥土 能源的可持续性 我们需要一些创新的想法和发明 善用太阳 海浪 风 等不会在短期内耗尽的能源 风力发电机 双层玻璃窗 天台花园 这里有肥料 可以使用 大水桶回收箱 你看这个人说 盖着厚厚的被子真舒服 就不用开暖气 不用时关掉电源 电视不用 或者电脑不用 就要关掉 然后还有 节能的炉具 使用淋浴 用shower 如果我有一间屋 我要把它变成环保屋哦 我也是 太阳能板 这个家有太阳能板 潮南的温室 花花草草跟水果啊 它也能够照到温暖的阳光 也可以健康的成长 好 美化旧物 我们习惯了用完机器 用完之后就丢掉了 但其实很多用旧了的东西 例如说单车啊 衣服 玩具 家具等 经过创意设计 就可以转变成有用的东西咯 我用碎布 缝制了一件衣服 我可以在上面 尽情地画画 旧的椅子 我可以用来做手工 家里破掉的瓷器 还可以做艺术的手工 我最爱这只旧的熊宝宝 哇 太好了 我们的车子是这街道上最有历史的 我们可以学习修补东西 并改变所有东西 都需要全新的 和赶上潮流的想法 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浪费哦 那你说 这条裙子不错耶 你该看看它昨天的样子 叮叮 你看它把它变成了 一件可以穿出去的衣服耶 我不需要修补任何东西 因为我没有拥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只猫很有趣 慢活 我们的生活节奏需要放慢一点 因为每当有人乘飞机 快速飞向世界的一端时 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耶 空气污染哦 哎呦妈妈妈妈妈妈妈 哎呦我迟到了 快点快点 快快走 我们会迟到的 哎呦我迟到了 飞机还能带来 生产于千里之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全年都能吃到 原本只能在夏天吃到的水果 也能用上外国生产的电器 其实我们可以花些时间 在离家不远的假日 农庄 种植自己的食物 甚至在家中的阳台或窗台 栽种小番茄等植物 还有我们应该多购买本地的实例食物 减少因运输而产生的污染物 慢活 喵 我最喜欢了呢 慢活人生 多些发问 保护地球的方法很多 多思考 多发问 可能会有更多的启发 令世界变得更好了 例如电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怎么令所有人都吃饱呢 水是怎么跑到那个水龙头里面的呢 为什么我们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而是私家车呢 步行到学校好吗 就是走路到学校好吗 为什么人们将所有的灯都开了呢 如果汽车数量减少 是不是可以多建几个游乐场呢 我们真的有需要升降机吗 当然需要 有些人会需要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 为什么人类不长出长毛保暖 或者不吃草呢 发明 地球的问题不会自己消失 我们必须想出解决的方法 有些保护地球的好方法 来自年轻人的创意想法 例如2012年的时候 一个叫做Boyenslag的一个 18岁荷兰男孩发明了清洁海洋 清理海洋垃圾 塑胶垃圾的方法 同一年啊 一个名叫Azhar Abdel Hamid Fayad的16岁埃及女孩 发现了将垃圾废物转为能源的方法 哇他们都超年轻的耶 一个16岁一个18岁就这么有想法 这么环保 好厉害哦 永不过时的衣服 就是经典款式 常常听父母亲讲到这是经典款 就是永远不退流行的款式 叫做经典款式 让地球变得美丽 你希望我们的地球回复以前般美丽吗 你可以令它再次变得更美丽 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行动和想法 你的地球需要你 小朋友 地球需要你 需要我们 就是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哦 就是你 就是我 就是我们 今年是世界地球日的五十周年庆哦 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记得 好好爱这个地球 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做到爱地球的行动 从小小的事情开始做起 五十年后 你觉得地球会更好吗 小朋友 我相信世界地球有你会更好 加油哦 你要成为一个地球的守护战士哦 我们一起来做环保吧 从小的时候 一年增加一点 你放心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有一个地球的事 你 我相信你 那就是我的地球